稳重与温和的杰无量都带着淡淡的笑意 瞥了一眼对面都到这个地步了 曹德还抱着侥幸心里 寂灭岭的传人楚旭拥有一头光滑晶莹的蓝色长发 空明出尘 比之许多女子都漂亮 他眼角眉梢都带着异色 星雨天的一对男女更直接 男子轻蔑楚风 女子冷艳 虽然很美丽 但是现在看楚风时 也是一脸鄙夷之色 都到这种关头了 在他们看来 一切都已经成定局 第一山被血洗 被几大劲的联手彻底踏平了 来自混沌渊的角色丽人一玉 神色越发复杂 足中那个长辈 史前时代的天之娇女 德西黎达的尸门覆灭后 不知会如何 世间再无第一山 有人轻笑道 来自禁地的生灵 相视而笑 就差举杯共饮了 大局已定 没什么可担忧的 这一刻 四节雀族的杰明 早已经动身 化成一头猛琴 展翅横天 冲进一条空间隧道 赶向第一山 其他几个禁地 也都有类似的行动 都派出各自的仆从 去第一山 苍穹上 星雨天残存下来的 边缘区域 痛哭声震天 有老仆人颤颤巍巍 在联系该族在外的弟子 他嘴唇都在哆嗦 估计族人 没剩下几个了 三方战场上 来自星雨天的 那对年轻男女 身上带着 雪白色泽的 道文海螺 都发出 晶莹的光泽 有回音声 这时族人 在联系他们 两人都第一时间 放在耳边去倾听 沙沙声传来 噪音很大 竟听不真切 两人都皱眉 这三方 战场上曾为禁地 被堤山轰成废墟 各种复杂的地势 蕴含着太多的磁髓等 场域紊乱 干扰信号源 不能清晰地接听 是成书吗 我们听不清 有什么事情 是不是血洗堤山后 我们得到了 什么了不得的经文 两人太乐观 全都带着喜悦的笑容 星雨天边缘的 断壁残垣与瓦历间 那个老仆简直要疯了 这种关头 居然都无法清晰 接听他的消息 实在让他崩溃 主要也是因为 距离实在太远 他们这一禁地在天外 路途过于漫长 普通的进化者 飞上数十上百市 也无法从地面上来 同样的是发生在寂灭岭 一个中年男子 劈头散发 看着前方的禁地 所有的山岭都消失了 只有边缘还有残疾 他发出野兽般的长嚎声 痛哭声震天 接着 他又联系外面的族人 这个时候 三方战场上 纪灭岭的后人 楚旭还在笑 突然间他挂着的 一枚血纹珊瑚坠亮起 发出噪音声 武叔 是你吗 有什么事 纪灭岭那里的中年人 急得眼睛都红了 恨不得将手中的 大道血纹珊瑚传音器给折断 焦躁不安 武叔 你该不会是要我去低山分战利品吧 放心 我离那里不是很远 一会儿就赶过去 战场上 楚续一头蓝色的长发 光滑而晶莹 他带着灿烂的笑容 心情相当的愉悦 我的警号 人民币百分号 纪灭岭 那中年男子气得一脚下去 将一颗星骸踢爆 让山川都在轰鸣 他怒吼连连 终于 三方战场上 纪灭岭的传人储蓄厅 真切了一些 似乎有吼声 很像平日武叔 激动时的作派 哈哈 武叔 你这么振奋 看来我们血洗低山后 得到了了不得的东西 该不会是挖出终极器了吧 还是说揭开了 低山史上最大的公案 他在校 也跟着兴奋不已 纪灭岭边缘 那中年男子气的 衰飞大道血纹珊瑚传音器 直接暴躁了 而后又暴走了 最后他骂道 你去死吧 不管你了 四节雀族的驾车者杰明 混沌渊的蒲丛 纪灭岭的亲信等人 通过场域传送 沿着空间通道 第一时间赶到低山附近 当然 还相隔数千里时 他们就都冲出了空间通道 不敢真正传送到地头 一路急驰过去 然后 他们就震惊了 低山依旧在 还和以前一个样子 最为关键的是 那户山光幕此刻透明 他们看到了九号 拿一把流淌着 大道纹落的扫帚 正在打扫战场 一瞬间 他们石化了 这什么情况 九号这个食人魔还在 各族的强者呢 此外 不止一个九号 他们还看到几个枯瘦的生灵 都跟九号一个气质 如同魔主般正在那里溜达 这一刻 杰明等人狂躁了 而后又感觉要吓死了 这是天大的事件 自家的老祖赶来后都失败了 不仅是他们 周围来了很多人 都是强者 远胜杰明等人 第一时间赶到此地探究情况 然后所有人都傻眼 所有人都震撼 低山无恙 毛都没有少一根 这是否意味着 各族的老祖凶多吉少 杰明等人都要崩溃了 当想到自家少主等 还在战场上辟你曹德呢 他们真恨不得多伸出几条腿 立刻冲回去 九号等人的注意力 根本没有放在杰明几人身上 这种小角色完全被忽略了 因为山外来了太多的强者 都在窥探 哎 是不是风山风枣了 我看到外面有很多大长腿 什么美团 天团 大团 都成群成片啊 九号流口水 有些后悔 不过 七号提醒 必须得封山 要重整山河 这里的场域破坏的厉害 万一再有人进攻 会出大问题 绝不能再激发 那断面世界中 留下的见光残痕了 不然的话 一旦彻底消耗干净 天地都要轻浮 会出现比纪元终结 天地大劫降临 还要可怕的大事 第一山的护山光木 重行厚重 不再透明 九号等人在施加封印 各种大道纹落浮现 轰鸣声震耳欲聋 逃啊 去禀报小主人 快走啊 离开下周 这辈子都不要踏足 第一山附近 足运摔百七道了 杰明等人全都疯了 还算有些忠心 全都发足狂奔 向回赶路 事实上 他们不忠心也不行 本身就是禁地后人 即便血脉略稀薄 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亦辱俱辱 亦容俱容 杰明身为四节鹊 体外有四重光木 翅膀都要飞断了 终于寻到一个场域传送祭台 羽毛乍飞 冲了上去 后面几个禁地的随从 也都在燃血冲来 一同开启场域 封了一班 赶向三方战场 战场上 四节鹊杰无量 笑容温和 在那里对楚风招揽 说可以不杀他 追随他 而去救世了 不过 在遭到楚风的拒绝后 他的脸色冷酷了下来 其气质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再也不温和 而是杀鸡浮现 寄灭岭 星宇天等弟子 更是在蔑视楚风 如同猫戏老鼠般 等着看他笑话 若无意外 消息快传回来了 事实上 这个时候 楚风也已经准备好了 暗中的地势等都窥探清楚了 天顿符 长玉等都排列好了 准备血拼突围 哼 远处 一条空间隧道炸开 杰鸣几人冲了出来 呵 回来了 如何 低山是否被血洗干净 将详情告诉给在场的所有人吧 寄灭岭的储蓄微笑道 呛 杰无量也冷酷地点头 远处 杰鸣等人心态炸裂 这一刻简直要疯了 还怎么讲 真要说出来的话 估计会有人强留他们 即便他们在极力掩饰 可是 那种激烈的情绪波动 还是表现了出来 不过 却没有人多想 都以为低山覆灭 他们亲眼目睹那里的辉煌战绩 觐见了各家老祖 现在激动莫名 急着回来传讯 哈哈 见到这一幕 九头鸟族的人都大笑了起来 以赤须天尊为首 九头鸟神王赤锋等人 都跟在他的身后 一起向前走去 对劫无量行礼 恭喜少主 他们一起恭贺 我约 紫约 恭喜个毛线啊 杰鸣真的要疯了 哈哈 纪灭岭的弟子楚旭 第一个大笑了起来 杰鸣几人想要立即暗中禀告 结果这一刻 有的禁地终于联系到了自家弟子 纪灭岭 那中年男子 在边缘地带的废墟中 找到一根巨大的大道血纹珊瑚 传音台 功率大了许多倍 对接能力强 楚旭 你想死吗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你看一看 现在都发生了什么 还不滚回来 逃啊 这一刻 楚旭的那个血色吊坠发光 传出了清晰的吼声 并且有画面投影浮现在他的身前 然后现场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听到了 所有人都看到了那投影光幕 全都被震撼了 那是冀灭岭 那里不是崇山峻岭吗 可是现在 一个巨大的黑窟窿 取代了原来的中心区域的广袤大地 那里成为了什么 所有人都震撼 阳间禁地 冀灭岭 被人打穿 现场死一般的宁静 唯有那个禁区生物在吼 呵斥楚旭 问他到底听到没有 赶紧滚回去 立刻逃命 所谓的寂灭岭辉煌不存在了 没有一个人说话 都在听着 都在看着那片可怕的投影 直到楚风打破宁静 他向前走了几步 道 你们家有大坑 我约 紫约 楚旭都要抱走了 他已经磨争 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一刻听到曹德的话语 差点原地炸裂 面色苍白 气到发狂 家里边真有大坑啊 怪龙狄固 众人震撼的同时的 也都无言 曹德一语成衬 这也太诡异了 这什么破嘴 什么乌鸦嘴啊 禁地的一些生物不符 而后又有无边的寒意 涌上身体 这个结果太可怕了 少主 快逃啊 一见通天 横断万古 传说中的那个人 一缕剑气倾泻 贯穿了我祖祖庭 这个时候 星雨天的老仆 也在哀嚎 也在大叫 终于接通 那对年轻男女身上的 特殊大道海螺 在嘶吼着 也传播过来画面 然后人们就看到 平日间星河流淌 光芒璀璨的 域外星雨天 现在彻底暗淡 一片漆黑 有一个大窟窿出现在那里 死寂一片 啊 不 星雨天的一对年轻男女 也都大叫 目自欲裂 内心崩溃 他们的家族完了 曾经高高在上的禁地 被人轰穿祖庭 你们家也有大坑 楚风背负双手 上前走了几步 这样说道 扑 扑 这对年轻的男女 全都吐血 大口向外喷 心态坏了 整个人都要瘋魔了 这简直是无法承受的结局 再被楚风这么奚落语刺 即 即眼前发黑 整个人都在亮枪 身躯不断摇动 然后 楚风又迈步 走到混沌渊 那个角色丽人 一域不远处 道 你们家 原本就是大坑 众人 我警号人民币百分号 一域是崩溃的 热泪滚落 他不知道家族如何了 不过就重新雨天 与寂灭岭的惨状 估计自家也好不了 一群近地生物都在颤抖 心态要爆炸了 整个人都在静巒 每一个人都感觉 人生的天空塌陷了 心中充满阴霾 这是不可承受之巨变 再加上旁边有一个 可耻可恨可恶的魔头 曹德 逐个地提醒他们 你们家有大坑 谁受得了 全是大坑啊 楚风感叹 一群人闻言 皆很崩溃 清冷的风 从壮阔的战场上滑过 带着乌叶声 大齐烈烈 出力在这片暗红色的 冷鹰土地上 荡起阵阵云雾 三方战场有很多人 但是却鸦雀无声 消息太射人 禁地被人打成大坑 这跟神话中的神话般 惊世骇俗 起初人们简直不敢相信 但是 大幕落下 这就是大战的最后的结果 禁地中的生物亲口承认 紧急联系各家弟子撤离 第一山注定要威震天下 击破禁地 这是何等辉煌的战绩 这时 四截雀族的杰无量 混沌渊的伊玉 星雨天的一对年轻男女等 全都脸色煞白 没有一点血色 族内十万火急的传讯 让他们震撼 身体都在打战 他们可是高高在上的禁地子嗣 族人俯瞰人间 号令天下 可是今天一切都改变了 祖庭被打穿 只剩下边缘区域残留 还能剩下几个族人 这是族运的转折点 剩下的族人 还能横行天下吗 杰无量 楚序等人 第一时间就是想顿走 他们失去了一切 这片战场成为危险之地 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行走 从此以后 他们需要严行谨慎 无法披拟天下了 禁地祖庭被打成大窟窿 这是一族衰败的最直接体现 请各位出手 拿下几人 楚风鹤道 他想请人供积 禁地生物 将这些人全部留下 可是 齐荣天尊等 却都脸色变了 没有人敢轻举妄动 毕竟 那是来自禁地的生物 千百万年来 如同大山般 压在人们的心头 各族都忌惮 即便今天寂灭岭 星雨天等地 被通天剑气贯穿 可是 其他人也都不敢妄动 这是漫长岁月留下的威名在震慑 此外 万一有漏网的大鱼 真要跳出来一尊治强者 依旧可以血洗伤和 让人受不了 不仅如此 还有可怕的能量波动荡漾 有血气滚滚 从战场 禁地而来 先是席卷走几名禁地子弟 而后向着楚风冲击而去 轰隆 于上天尊出手 老人是真心站在楚风这边 无论什么时候 不管事态格局等如何演变 他都是真心实意的出手庇护 激烈的刚风震荡间 那滚滚血气退走 并未练战 也没有敢真个彻底的下死守 一击远顿 来自禁地的杰无量 医域 楚旭等人消失了 有天尊级生灵就走了他们 于上天尊身体摇动 脸色严肃 并没有追击 他的身体散发柔和光环 将楚风庇护在当中 所有人都心惊 这种时刻 这种关头 依旧有劲的天尊级生灵感到 或者说 原本就在战场附近 救走那些子弟 有人庆幸 没有去缉拿禁地生物 不曾得罪他们 心中悸动不已 百足之虫死而不将 但是 人们也看出来了 来自禁地的天尊 根本不敢耽搁时间 没有破釜沉舟 决意死战的勇气 稍微接触 便惶惶而顿 低山就在这下周 与三方战场 同处一周 现在能够现身救人 那个天尊极进化者 就已经在心中打鼓 怕有低山的老怪物在周围 不知道能否活着离开 数为可惜 楚风觉得甚是遗憾 没有能将那几人留下 在场的人 今天被冲击得不轻 无不震撼莫名 曹德成为最后的赢家 让禁地的生物都逃亡而去 瞬间而已 许多人的心思都活络起来 曹小道友 刚才我们一时反应不及 欺容天尊开口 脸色有些尴尬 想缓和一下气氛 到了这一步 谁还能看不出低山要崛起了 不是禁地 只是名山大川中的一座 结果居然这么可怕 前辈 什么时候开启秘境 楚风轻飘飘地问了一句 嘴角略带野鱼 现在九号他们打赢了 他还真不是很在意秘境的事了 只是随口一提 他现在很想立刻赶到低山去 要了解情况 也避免禁地的生物枸杞跳墙 在这里还有人徘徊 好说 我马上安排 齐荣天尊点头 这个时候 其他人看向楚风时 也都眼神火辣了 这是第一山的弟子 而且是当时目前所知的唯一的一个 这种人物要是交好 跟自己的族群绑在一起 那以后和愁辉煌与璀 一些老家伙们都像是在盯着美誉般 暗中看楚风 当然不敢有什么出格的行动 谁敢乱来 不过 许多人都在转动各种心思 都在想 自家是否有试婚的出色女子 若能通婚 一切都妥了 若非顾及楚风的身份 绝对会上眼榜下 卓序的一幕 许多年轻丽人看向楚风 全都眼神火辣辣 谁都没有想到 曹德的师门如此变态 九号等居然打败 连妹出击的一群怪物 当然 也有人在害怕 在恐惧 比如龙族 九头鸟族 全都在震撼而又惊悚 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第一山能翻盘 曹德笑到后面 劫无量 一遇等人败走 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种可怕的逆转 让他们六神无主 都慌神了 即便是九头鸟族的老祖赤须 银龙族的老祖等人 也都内心战力 他们的确慌了 怎么会是这种结局 他们没有敢离开 因为家大业大 这样逃亡的话 那么的多族人怎么办 而且 他们认为 已经被九号惩罚过 经历过被当成血食的种种惨痛 应该不会更凄惨了吧 当然 九头鸟族也是忐忑波安的 毕竟曾向四节雀族效忠 不久前言语间极尽恭维 面对楚风时 则是另一幅面孔 所以现在他们惶恐了 这一刻 天下震动 所有人都没有料到 低山打崩掉几个禁区 引发轩然大波 天堂早报 通古报期刊 第一时间发布消息 阳间网络几乎要瘫痪 全天下巨阵 低山竟这么的强决 不愧为黎达的尸门 竟然将几个禁殿 打出大窟窿 天下热议 举世接阵 四节雀 星雨天 寄灭灵等 杀到低山的高手都死绝 被一箭横杀 各族祖庭更是因此崩开 此外 更有五疯子的兵器化身残缺 直接远断 整片阳间都不能平静了 彻底的沸腾 这简直不可想象 低山的底蕴镜这么深厚 我们都以为它注定要被灭掉呢 有人感叹 脸色复杂 这是何等的底蕴 天下间 还有哪几处地方可与低山比肩 最多也就剩下三五处地方了吧 有老怪物在讨论 以不确定的语气说话 低山那道剑气 实在吓坏许多人 如此绝世锋芒 天下谁可应封 或许唯有其他进化文明之路的节点等地 那只是一位故人的剑道残痕 不属于这片天地 真实的低山其实没那么强 那一剑发出后 低山多半会封山 因为再也发不出那样的一剑 也有人这般开口 较为理性 此刻 各族都在密意 都在谈论这件事 全天下都在大地震 主要是低山展现出这样的底蕴 吓住了不少人 不过 也不是所有人都在忌惮低山 其中就有轮回狩猎者 正在发生争执 有人要求去低山探个究竟 无论什么底蕴 无论如何可怕的禁忌存在 对轮回都要心生敬畏 我们没有必要惧怕 谁能过轮回这一关 我们的深厚 闭嘴 不要说了 我怀疑低山那道剑气的主人 同轮回或多或少 也有些牵连 当年那个人 这种密意声 外界不知 不然的话 肯定会引发巨震 到了这一刻 还有人感谈低山 且知道部分底细 而且无惧 这是极其可怕的事件 有人震撼 有人恐惧 有人兴奋与激动 这一天 阳间各地都在热议 无不再谈论天下低山 其中 设下赌局的大势力 这一日都欲哭无泪 赔得很凄惨 谁能想到低山能翻盘 而且这么凶猛的一塌糊涂 曹德 我要嫁给你 在各地喧哭之际 楚风自然也出名了 身为第一山 现在唯一行走在外的弟子 想不让人关注都不行 一些胆大的少女 在阳间网络上 各种起哄 各种发声 引发各种话题 曹德 我愿意每天清晨 一起与你共看朝霞 有一座摩天大楼上 某位人气极高的国民女神 及少女喊道 被人解读 这其实是在很文艺的告知 每天共眠后同醒来 一起看朝霞 许多人无言 也有其他少女 骂解读者曲解 推不要脸 我的心都碎了 污媚女神居然这样表态 这一天 第一山击穿了 几个境地的祖庭 而国民女神污媚的话语 则轰塌了我的青春 有人哀嚎 不管是故意调戏也好 还是有意制造话题 为自己的网络平台 吸引人气与流量也罢 总之 关于曹德的议论实在很多 当年第一山 出了个礼打 现在又走出一个曹德 许多人都在猜测 他到底能够走多远 可以走到哪个境地 一些大叫都在评估 都在掩热 小姑 要不你嫁给曹德算了 连三方战场上 逍遥都在跟他的姑姑 暗中传音 当然带着调侃的味道 盗族女神王潇诗韵 白了他一眼 然后一只手扯住他的耳朵 让他顿时惨叫 小姑 我真心觉得你们很配 进水楼台仙得月 郑重考虑一下 逍遥虽然在惨叫 但死鸭子嘴硬 暗中依旧在建议 天下各地都在谈论 都在热议 举师不得宁静 低山 九号 通天渐气 传说中那个人 曹德等在不同的领域中 各自成为关键词 尤其是在某些领域中 那横断万古的一剑 以及传说中的那个人 都引发了十二级大地震 有些活了漫长岁月 被埋在明山大川中 不知道多久的活尸 从沉眠中醒来 悠悠而叹 联系一些同样活得 无比的久远的老家伙 在商量 在密意 在各地喧哗之际 楚风动山了 他要赶回第一山 去见九号 因为 对于他来说 没有什么比那里 更具有吸引力的地方了 此外 现在外面多半 也不怎么太平 此时的他成为焦点 各族都在关注 有许多事情 楚风都想当面 向九号问个明白 楚风动山了 他很谨慎 因为现在举世瞩目 所有目光都投向第一山 他身为在外行走的弟子 多半也在聚光灯下 会被各方审视 这是很危险的 毕竟 他其实不是 第一山真正的弟子 他现在准备去落实一下 如果有九号 这个大靠山 有第一山这个 能凿穿几个禁地的门派 天下何处去不得 以后谁敢找他麻烦 即便他对外大喊 小爷就是人贩子楚风 小爷就是最为臭名昭著的 十大通缉犯之一 姬大德 估计也没人再敢杀他 真到了那一刻 阳间何处不可行 再也不用躲躲闪闪 到时候 抱小阴间的大愁后 闲时去修行 闷时找大黑牛 老驴等去喝酒 或者去找逍遥他小姑 猴子他妹去聊天 楚风美滋滋 各种胡思乱想 他已经上路 沿途上 他以很严肃的神色 示意过人群中的大黑牛 老驴的转世身 要谨慎小心 现在不要相认 因为危险期没过去呢 他需要去第一山 有个真正的结果再说 个 慢点 怪龙这个马屁精 真可谓是 见风使舵的高手 不久前在三方战场 都想丢下楚风跑路 可是现在 屁颠屁颠地 跟在其身边 不拿自己当外人 俨然以第一山 另外的记名弟子自居 马屁龙 有人开口 奚落龙大雨 谁 龙大雨怪叫 有人认出他的身份 知道他是一头龙 要知道 他现在可是化为 人族的状态 动用前世大能的 底牌后手 一般人根本看不 穿 然后 他觉得脖梗凉嗖嗖 有人在对他吹冷气 像是厉鬼附身盘 别 依旧在脖梗那里 有声音发出 龙大雨向后伸手 迅速摸了一把 然后直接就惨叫 去呀 又是你 这叫声还真有点 撕心裂肺 他自己围龙 但是前世在某种 虫子手下吃过大亏 都有心理阴影了 对于如如而动的东西 最过敏 他衣领子上的生物 顿时暴跳如雷 恼怒无比 又被这家伙称作蛆 是可忍孰不可忍 扑扑 胖残吐司 将龙大雨满头满脸 都给封上了 一片白花花 马德 我是不死残 你再敢乱认亲戚 胡说八道 我跟你没完 胖残恶狠狠地威胁 并且 他欺而不舍 爬上到了龙大雨的脖子上 又到了头上 在此过程中 两人动用法力较量 都在发光 能量碰撞 龙大雨吼道 我管你是不死残 还是蛆 都一个样子 都不是好东西 我警告你 我是第一山的记名弟子 你别惹我 这只是小插曲 楚风都有些诧异 近地残桑谷的人 居然跟来了 似乎还站在他这一边 我的祖上和第一山 有点关系 这是胖残的解释 他白胖胖 安心坐在龙大雨的头上 在那里吐司 赖着不肯下去 路上 楚风相当的安全 因为有大队人马陪同 遇上天尊跟在他身边 就不必多说了 浩元来了 老六尔弥猴也同行 齐荣天尊等也跟着 更有詹州与贺州的超级进化者随行 至于猴子 逍遥 彭万里 李九霄 姬彩轩等都在后面 都要去低山 人们都很好奇 也很心惊 吾不想看一看 大战后低山什么样子 金红横天 荧光崩陷 有天尊带路 速度非常快 赶到低山进前 低山未变 依旧是那个样子 一片断山 山根下一片朦胧 不过 这里残留的大道 残痕余波 依旧很赦人 让天尊都惊悚 除了他们外 这片地带 还有许多强者 都是从天下各地赶来的 想要探究此地的真相 今天发生了这样的大事件 各方都在求证 楚风没有迟疑 第一时间没入地下 就要闯进那片光幕中 许多人在他的身后 远远地看着 哼 这一次 即便楚风 穿上轮回土炼制的甲咒 可是也被反弹出来 他居然失败了 他眉头一皱 却不敢当众动用石冠 那样会惹出大麻烦 救师傅 楚风大呼 同时不断催动能量 向着那虫光幕震动 想要惊醒九号 让他来接引 无声无息 光幕中出现一道枯瘦的身影 像是一万载的厉鬼般 身体干枯 宛若一张人皮骨胀起来 披散着头发 都封山了 还有送腿的人来 这个老者悠悠开口 像是厉鬼在叹息 啊 师伯 楚风赶紧叫道 不是九号 但是他也没敢乱叫别的 直接喊了句师伯 然后又赶紧问 九师傅呢 楚风仔细盯着 这个老者其实有些像九号 但是气质完全不一样 究竟是否是同一个人的蜕变 他也摸不准 你谁啊 这个如同厉鬼般的老者狐疑 后方几乎惊掉一地眼球 这什么情况 自己师门的人都不认识曹德 他不是从这里出来的吗 而且 许多人亲眼目睹他进去过 请出了九号大魔头 老六别吓人 还好 关键时刻 九号出现了 嘴角却低血 不知道在吃什么生物的大腿 九号看着楚风 笑眯眯 道 你怎么来了 回山门 孝敬九师傅 楚风说道 这不是你待的地方 而且你来晚了 九号说道 告诉楚风 已经封山 他进不去了 楚风一时间风中凌乱 从此以后 进不了低山 而且 九号还是当众说的 这让他心中打鼓 这等于在瓦解他头上的光环 对他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九师傅 我这还学意不经呢 不想出山 楚风慌忙说道 算了 我也没教过你什么 你有你的原法 低山不适合你 九号笑眯眯 一时间 楚风脸都绿了 早先的遐想 什么复仇后 闲时去找大黑牛喝酒 去跟某仙子谈心 都见鬼去吧 现在情况不妙 九号这是故意的吧 后方 一群人都恶然 而后彼此面面相觑 深感古怪 曹德到底同低山 是什么关系 有些人狐疑 露出意思 还好 九号在这一刻 绽放光彩 透出光幕 将楚风笼罩 同他密谈 让人看出 两者关系不一般 九师傅 你这是坑我啊 楚风教区 九号道 低山的人都是杀出来的威名 从没有仰仗过尸门的人 比如李达 可他喜欢背后下黑手 这个不提也罢 比如其他人 嗯 几乎都是英雄气概事 不过这个应该都死了 楚风无语 这是正面例子吗 都是反面典型 再者说 你又不是低山的弟子 还是离去吧 九号说道 老九 这人有古怪 有大问题 这是 六号无比严肃 因为他的眼睛 如同两口绿金毛斑 都要将楚风动穿了 死死地看着他 并感受他的气息 九号立时开口 极其郑重 道 别动他 我早就看过了 我们别惹 放手不要理会 嗯 楚风惊诧 这是何意 九号与六号 居然是这个态度 极其冷冽与肃穆起来 让楚风不解 根本不知道 这里面有什么隐情 九师傅 你这是怎么了 楚风问道 九号正色道 你从那个地方出来了 我们惹不起 彼此间最好不要有千连了 以前就算是结一段善缘吧 你走吧 我们不想惹事 楚风实话 对面的两个枯瘦身影 居然会说出这种话 事实上 如果让外界人知道 则会更为震撼 这简直如同天塌地线般 让许多人会觉得灵魂都要站立 第一山 何其可怕 刚将几个禁地打成大窟窿 剑气通天 横贯古今未来 结果现在居然也有忌惮的人与世 九师傅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不理解 楚风问道 他很想说一句 我是谁 为何会如此 你出生的那地方 你来的那个地方 有大问题 我们不想牵扯进去 九号悠悠说道 声音很低 如同厉鬼在清雨 楚风身体一阵冰冷 这到底怎么了 怎么让他感觉一阵玄乎与惊悚 有些寒嗖嗖 他要问个究竟 楚风心头发毛 他的出身来历 难道还有古怪不成 居然让九号如此忌惮 须知 这里可是低山 他的过去 九号已经看透了 跟这种生灵在一起 还真是让人心惊肉跳 这也是楚风 不喜跟过强的生灵 待在一起的原因 没什么秘密 不小心就被看穿什么 但是 他的跟脚 他来的地方 究竟有什么大问题 觉得很正常 毫无稀奇可言 最起码 比之阳间差远了 从修行的天花板 到进化门派的经文积累 再到深层次的进化文明底蕴等 跟阳间相比 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楚风问道 九师傅 怎么越说越吓人了 这到底什么状况 我最多也就进化天赋 古今第一 其他都马马虎虎 九号偏着头看他 绿油油的瞳孔很深邃 六号很深沉 看着楚风 最后又看向九号 道 这厚脸皮的 真来自那地方 不要脸天下第一吧 楚风的脸顿时黑下来了 怎么说话呢 能愉快地交谈吗 会说话吗 不服气 如果不是考虑你的出身 我六号则舔了舔干巴巴的双唇 盯着楚风生机勃勃的身体 咕咚一声 咽了一口口水 楚风发毛 同时这叫一个隔应 硬着头皮再次请教 他还真没觉得自己出身有什么特别 忽然 他心头一动 有些凛然 九号该不会是看到他身上的实惯了吧 并且认出误以为他有天大的来头 这实惯难道还通天彻地贯穿古今未来不成 让低山都忌惮 曾经有一个人 或者有一股势力 与实惯有关震慑古今 他越发觉得有这种可能 不然的话 他还真没发现自己的跟脚 有什么超凡之处 论起过往 同阳间的道统相比差得很远 而他的身上也就是实惯语当中的三颗种子最特殊 九师傅 你是不是看到我身上的一些器物 从而判断我来自哪里 楚风问道 说话间 他将老古给的天顿符 语上给的枯黄的符纸 以及其他一些骨器等都取了出来 给前方两个干枯的老者看 这自然是故意的 都是一些杂物 并没有包括实惯 他怀着侥幸心理 或许对方未曾注意到实惯 什么乱七八糟的破烂东西 我们在意的是你的出身 与身上的器物无关 六号开口 楚风心惊 居然不是因为实惯 对方没有发现实惯的异常 甚至还不知道 他身上有这种东西 看来实惯之神秘超出想象 此时 实惯被他藏在体内的灰色小墨盘中 自成乾坤 与外界隔绝 或许也可以说是 名课上特殊符号的灰色小墨盘 较为特殊 隔绝一切 连九号这种生物 都无法探寻到内部藏着器物 楚风不敢试探了 他怕弄巧成拙 真被对方窥视到什么 一时间他有些出神 缓缓开口 道 九师傅 我的出身很清白 你们到底在意什么 他一副很迷茫的样子 不全是作态 的确有这种疑问 这是为什么 都说了 你来自那个地方 你的出身有问题 九号道 恍惚间 他像看到了几只无形的大手的暗淡轨迹 而楚风则越发不解 他来自小阴间 再确定一点 出身自地球 很普通的一颗生命星球 怎么就不同了 他沉默 露出思索的神色 又想到很多 难道九号所说的 是他闯过轮回 肉身去过终极地 而后成功到阳间 此中有问题 肉身轮回者 估计古来罕见 或许都没有 唯有他事个例 楚风在猜测 难道九号说的出身 说他来的那个地方 是只轮回尽头吗 九号道 你来自小阳间 出自一颗特殊的星球 我在你那生机旺盛的魂光上 看到了特殊的光滑 像是某种印记 尽管很暗淡了 但是 依旧若隐若现 他说到这里 施展了一种特殊的神通 居然将楚风生平过往 一些简单的画面浮现出来 这让楚风浑身冒冷汗 头皮发麻 面对这种生物 当真是没有秘密可言了 他确信 第一次和老古来这时 一定就被九号看出跟脚 但是 他心中也有疑惑 因为九号追溯的过往 漏过很多关键性的东西 比如涉及到轮回 涉及到实惯 都是断片 都是空白 直接被忽略过去 而追随者九号 并未觉察到什么 轮回 有无尽的秘密 其涉及到的层次 究竟有多高深 无人知晓 难以追溯 这是有情可原的 但是 实惯居然也如此 甚至更神秘一些 这就让楚风心惊了 楚风现在彻底明白了 他早先多想了 一切的古怪 似乎都因为他来自地球 可是 地球有什么 阳间的生物 怎么可能知道这个地方 对于广袤的完整大世界来说 别说地球 就是整片小阴间 又算什么 天尊伸出一根手指头 就能打穿 彻底扫平 不过 也不对 当年 太武天尊降临 居然需要遵从小阴间的法则 修为被压制到极限 实力骤降 也正是因为如此 太武跟天宗之字的 妖妖拼斗 居然受损 最后祈祷身 更是死在大冤中 这或许能说明两点 一小阴间的法则 其实极其厉害 隐藏着秘密 二是体现出 妖妖之逆天 在残缺的世界内 居然能走到那一步 楚风当时 虽然状态极其糟糕 浑血皆伤 近乎毁灭 但依稀间有感知 最后关头 妖妖脸色苍白 从大冤中 将她与石冠推了出去 而自身则沉沦下去 那时妖妖还在 只是不知道最后怎样了 每当想到这些 她就心头沉重 恨不得重返小阴间 再去探大冤 楚风心中胡思乱想 小阴间的各种旧景 都浮现出来 地球的 大冤的 还有宇宙星空 各地种族等 但是 她还是严重怀疑 小阴间与地球 真的存在着 什么了不得的能量吗 也就是我低山 也就是我们有这杆大旗 不然的话 还真亏不透那个地方 九号悠悠开口 接着 她身后浮现破烂大旗 在那里烈烈作响 借着她追溯出的画面 越发清晰 显现出地球的投影 没错 这就是我的出身地 它很平凡 近乎是一个末法世界 我不知道 有什么值得前辈忌惮的地方 楚风说道 既然对方都追溯出 她来自那里 知道她的跟脚了 她倒也坦然了 因为 我们感应到了 几只无形的手 曾在那里演化过 九号神色严肃 身后的大旗浮动间 画面中的景象有些可怕 地球的外表 像是塌陷了 又像是扭曲了 一片模糊 有几只无形大手 带动出的莫名的诡计残痕 其实看不到大手 但是却给人某种特殊的感觉 渐渐呈现种特殊的痕迹 在此过程中 大起烈烈 而后又迅速暗淡下去 这是传说中的那个地方 真是有人敢演绎 敢涉足 厉害啊 九号悠悠感到 声音很低 像是风烛残年的老鬼 随时会断气 又道 正是因为如此 我们才不愿沾惹 更不愿与你纠缠过甚 我来自地球 那里很普通 从未出现过高手 或许我就是那颗星球 古往近来低高手 我不明白你们在顾忌什么 都到这一步了 楚风自然也不怕说自己的身份与过往了 很直接 坦白的过分 古往近来低高手 啊 你多想了 九号摇头 笑容有点吓人 楚风露出不解之色 道 难道不是吗 我承认 我来的地方有些没落 但以净化文明而论 和这里相比 差得太远 我们对那里也不了解 但是 依照传说来看 那地方哪怕已经成虚 但是依旧深不可测 水太深了 你根本不知晓在漫长岁月前 那里究竟发生过什么 也正是因为曾经太辉煌 至今还有无上生物念念不忘 九号在感叹 声音依旧很低 但是却如同炸雷般 在楚风耳畔回响 让他感觉有些头大 不知所措 九号有所忌惮 不是发觉他肉身轮回 也不是感应到实惯 而只是因为 他出生在地球 这是什么情况 地球在极其漫长的岁月前 到底有过怎样的过往 都诞生过什么样的生灵 这让楚风有点头皮发目 隐约间 他觉得迷雾重重 连自身出生地都有古怪 都不可理解了 竟有可怕的就是 而他却全然不知 阳间当年有人跨界过去 波及到传说中那个地方了 九号露出凝重之色 他所说的传说中的地方 就是指地球 不过翻译成阳间语 直接称呼为地球有点古怪 这在找死啊 六号开口 九号道 那种地方是不能触动的 不知道五疯子 是否知道这个传说中的地方 若是洞彻 他门下有人去过那颗星球作乱 估计会一巴掌拍死 五疯子很强 这一次居然只遣出一件兵器 进攻低山 就能同老九尼打生打死 不可小觑 他的真身 若是炼成那种玄弓 真正出关 估计极其了不得 他多半已经踏上传闻中 那种古怪的路 其成就无法预料 不可限量 六号开口 又道 不过我觉得 他应该不知道那则传说 不知道地球 终究还是太年少 毛都没长齐呢 不像是你我这样 以皮毛游荡在光阴长河中 而最终被遗弃的老古董 楚风听到这种话后 有些演运 不是惊诧于五疯子的实力 而是六号的口吻 说什么五疯子毛都没长齐呢 九号与六号 到底是什么年代的生灵 要知道 五疯子在史前岁月 就能够称霸杨奸了 居然被说年少 六号所言 是否为真 他们是在光阴长河中 被遗弃的某种生物的皮毛 请前辈明示 楚风很认真 请九号为他指点迷津 拨开云雾 我不能多说 也不想干预 不然会有不测 会有意外的祸端降临 九号很直接 低山渐气通天 打穿进地 还会有这样的顾虑 实在是让楚风心惊 我简单提及一下 翻开历史的斑斓画卷 展示一下那颗星球的旧式 最后 他悠悠开口 终究是道出一些秘密 那是一部古史 一片暗淡的大式画卷 就此铺展开来 揭实传说 一幅斑驳古画卷 缓缓呈现 无数天骄蝶血 血染苍茫 宇宙星空 九龙围隐 贯穿黑暗 同观 载着不知名的尸首 不知是远行 还是战败 估计的路 独自回归家园 那是一幅苍凉 而举世接济的画面 接着 画面斗转 各种乱世 各种冠绝 一个时代的天骄 各种镇压一段 古史的英杰 接连登场 打破黑暗 贯穿永恒 有可歌可泣的悲壮生灵 蒂姿摄人 有财情绝艳古今的无上人杰 辟逆古今未来 也有血染星空的英雄陌路者 不屈不服 更有仰天怒笑的雄主 不幸轮回 只尊自我 画面越转越快 到了最后 那斑驳的岁月 那古老的旧事 那昔日的辉煌 都消失得太快了 飞速轮转 让人应接不暇 强如楚风的魂光 都反映不过来了 这是九号催动的一角 斑驳画卷 楚风感觉 这根本不是什么回忆 不是什么密文 而像是一整部进化文明史 铺天盖地向着它砸来 简直要将它的心神冲击地崩开 信息太庞杂了 也太磅礴了 恐怖无边 而这才是开始 接下来 无尽地挥舞 各种阴风怒嚎 血雨腥风 许多冠决在自己 那个时代的绝代强者 全都登场 这天地都要炸开了 那是怎样的战斗画面 楚风深感震撼 但是自身的确承受不了 信息太庞大 宛若整部古史向它砸来 根本承受不起 最为关键的是 这些都是在刹那轰过来的 这些画面 这些烙印碎片等 让楚风的灵魂要炸开了 太多了 画重点 慢慢来 我想逐一地看 楚风蹊跷流血 眼前发黑 几乎要昏厥过去 他见到的不只是画面 还有其他 隐约间 那些时代 那些可歌可泣的英灵 那些黑暗巨拨 那些善得恶的强者 他们的杀意 他们的战斗的景况 仿佛通过这斑驳画卷 要传过来 这么多人 各个时代的英杰 冠绝自己所在的大势 这样交织起来大势 如江海横流 若洪荒天地炸开 让人受不了 停 楚风人忍不住大吼 他可不想 因为要探索地球的过往 而将自身搭进去 他的确想拨开 云雾剑青天 追溯进化史 还原当年的辉煌 但是 九号这种手段极其霸道 这是他听到的传说 甚至是他亲身看到的 一脚真相 就这么铺天盖地 强行塞进楚风的头脑中 宛若席卷星海的巨大浪涛 两者的进化程度相差太大 没有考虑到 楚风是否能承受住 不说其他 只是九号的神识记忆画面 这样灌输给低境界的生灵 那也是致命的 九号在那里点头 道 果然有门道 我还以为 你连一幅画面都看不清 看不到呢 没有想到你能承受 居然窥视到部分烙印碎片 其实 他十分吃惊 心中无法平静 很是震撼 他是什么身份 何等强大 楚风居然真的 借助这些印记 在那里聆听到了部分秘密 楚风立时明白 就冲九号刚才的几句话 其实也没打算给他看这些真相 只是在试探而已 九师傅 说话算话 你不是要告诉我一些传说 一些真相吗 楚风看着他 九号绿油油的目光 锁定在他的身上 想要看透他 因为的确出乎意料 楚风竟坚持片刻 而不是立刻被画面冲击的大叫 六号也神色凝重 道 有古怪 居然可接住你传过去的些许烙印 真不愧是那地方走出来的生灵 你看他的魂光中的特殊光彩 这是被标记过吗 九号摇头 道 不可能 只是生在那颗星球 沾染上了奇异的魂光物质 告诫外人而已 过于璀璨 过于辉煌 有些人念念不忘 从而出手 自无形中具现化 演绎于演化那颗星球的旧事 深不可测 我等不能去揣夺 避免有大祸 六号神色凝重 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比九号还慎重 甚至建议将楚风直接送走 以后永远不要见 不能沾染了 他触及到背后深层次的东西 九号道 道也无妨 不会有人这么干预 当年却有无形大手遮拢那颗星球 进行种种 但认为失败了 那片地方至今都快被遗忘 纵有无上者 估计也不会时刻宁谋 甚至不再回首 若是无巨细 成什么了 楚风开口 道 九师傅 你说的都是什么 继续给我看那斑驳画卷吧 他脸皮很厚 管你忌惮 还是禁忌 既然开头 他想深入了解下去 到底要看一看地球都有什么古怪 难道他这个曾经成为神王的人 还不是地球古往进来第一高手吗 当然 如果刚才画面中看到的那些生灵都起源于地球 那么他觉得要谦逊一些 还是收回那些话吧 暂时先让出去这第一高手之位 九号笑了笑 可是那面目表情实在有点吓人 主要是他身体太干枯 如同一层皮脂骨胀起来似的 你就不怕贪多而惹下大英国吗 身在低山的我们都不敢触及 你要揭开真相了解血淋淋的画面 楚风道 不怕 我就是为因果而生 他大言不惭 毫无句色 九号道 有些事 有些过往 你若是了解 就得承接下来 你就只能沿着那条断调的路走下去 在黑暗中置身前行 寻找前路 不断地探索 接续上那条断路 去追逐前人留下的暗淡脚步 见证消逝的真相 到时候你想退都没可能 没什么大不了 楚风一口硬撑 可是他根本不知道 真正要承接的是什么 老九 你在玩火 你该不会是将这个厚脸皮的小子 纳入观察范围内吧 不能送他上路 六号提醒 神色严肃 他看了一眼楚风 觉得不能草率 刚才老九实在太冒失 绝不能再沾惹来自传说中的那个地方的人语物 万一是触动不可预测的东西 后果很严重 六号进一步警告道 声音低沉 我知道 九号点头 楚风很想拿白眼看六号 会说话不 怎么又说他厚脸皮了 还能愉快地交谈吗 九号看向楚风 道 其实我已经给你了你很多刚才的画面 那些过往都很珍贵 这样的触及灵魂火光的碰撞 不亚于将一部究极经文送入你的脑中 楚风比试 就这么瞬息间便是一部究极经文 蒙谁呀 他撇嘴道 哪里有究极经文 灵魂火光的碰撞 见到的更多是毁灭 又不是我亲身去经历 从而深刻了人生 我刚才只不过是匆匆一瞥 哪里去碰撞 哪里去感悟 接着 他又露出一色 道 不过 恍惚间 我看到他们的体系 他们的进化方法 与我们完全不一样 果真如此吗 九号点头 道 是 这就是不同进化文明对接 与碰撞后的火光 若有所感 会释放出最为璀璨的大道天音 可以有无尽的体悟 楚风道 九师傅 既然都说这么多了 那就再多说点 地球都走出过什么人物 我怎么不知道 而且 在阳间也没有他们的传说 还是说 我没有了解到呢 而其实李达 你们 五疯子 以及第一山 展出那灌溉世间见光的生灵 都是从小阴间过来的 他胡思乱想 各种乱认老乡 想什么呢 九号瞥了他一眼 道 有些人 有些事 实在太久远了 宇宙星空都快将他们遗忘 更遑论是当事人 楚风道 那接着来 再灌输给我一部究极经文吧 将那斑驳画卷展示给我看 九号略微迟疑 用手指一点 轰的一声 天崩地裂 星海塌陷 太阴真水淹没星海 灰雾覆盖古宇宙 各种可怕的画面再现 楚风身体颤抖 再次观看 只是这一次信息量更大 向着他轰杂过来 一部古史实在包含了太多 他现在所接触到的 依旧不过是沧海疑塑 即便不断聆听 再接触那些旧事 也不过是昔日的一角 然而六号洞容 他深感邪门 这小子怎么能够承受住老九海量的神识信息 坚持的时间比刚才还要长 随着时间推移 九号也张大嘴巴 深感古怪 不可能 这么冲击 他的魂光早该崩散了 事实上 楚风动用了前世的神王道果 体内灰色小末盘 缓缓转动 将自身吸收的印记 传递进末盘内 那里有神王道果 更有十冠 他以十冠庇护 用神王道果 吸收各种信息 当然 时间也不是很长 楚风再次大叫 又受不了了 他眉心都在堂写 魂光起伏剧烈 他看到了很多 只是那些印记画面 流转的速度太快了 许多都来不及消化 你竟然能坚持到这一步 六号都是一脸见鬼的神色 尽管他自己 更像是一只老鬼 然后 他看向九号 低声道 你觉得是人在轮回 还是就是在轮回 亦或者是大事在轮回 以及宇宙在轮回 再或者根本就没有实质的轮回 这种问题 让楚风都心头聚颤 涉及到的层次太高了 九号神色严肃 道 都说了 那颗星球的一切 都是因为 有无上生灵 面念不忘 自身具现化 几只无形大手在干预 想要达到某种效果 却失败了所致 这种话语 可以有多重解读 让楚风心中波澜起伏 骇朗滔天 在离别前 楚风最后一次观看九号提供的斑驳古画卷 这一次 他内心更加的大受触动 虽然画面轮转速度飞快 但最后关头 他看到的几组画面 却是无比的深刻 存于心中 难以磨灭 同观横空 在光阴长河中漂泊 有人孤独地坐在上面 沿着一条河流 看着染血的落日 看着诸天万界流血飘乳 他只身远去 背影孤单 落寞而有些凄凉 也有人躺在关中 葬下几身 死寂了宇宙 似等待复苏 不知起点 不知终点 永远地漂泊下去 还有一口空观 在未知的物矮中沉浮 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有些旧事与东西 贯穿了古今未来 可知有的 洋酒 是